北宋太宗年间 陕西凤翔来了一个叫李飞雄的人 自称是皇帝钦差特使 不但强令地方官员跟随他寻编 还不经调查审案 就将皇帝派到清水县评判的七名将领一起拿下 并定了他们死罪 钦差大人的一些做法令人生疑 在回秦州的路上 被押解的将领设计擒获了李飞雄 终于揭开了一场闹剧的谜底 原来这个钦差大人竟然是个冒牌货 那么这个李飞雄究竟是何许人也 为什么能仅凭一人一马 就差点夺了大宋的边关重镇 当时的制度存在哪些漏洞 李飞雄假冒钦差案 又发生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呢 许昌学院王中灿为您讲述 北宋假钦差行骗大案 下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集我们讲了 北宋宋太宗年间 有一个叫李飞雄的人 自称他是皇帝的钦差特使 用一个马英从陕西奉祥府周志毅 取得一马 又一路抓差 强令三个官员跟寻自己 下面寻查 钦差大人带来一群人前呼后拥 来到了驻军重镇清水县 也不调查寻访 不由分说就将皇帝派来的七名将领 一起拿下 还在口头上定了死罪 因为李飞雄的钦差身份 他是代表皇帝来宣布命令的 钱人郎等人虽然不服 但是也不敢反抗 在去秦州的路上 李飞雄对刘文玉说的一句话 让刘文玉对他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他怀疑钦差大人是假的 于是刘文玉和钱人郎设计 将李飞雄擒货 要押附到秦州进行审讯 钦差是拿下的 可是七位将领 包括随行的官员们 内心都是坠坠不安的呀 虽然大家对这个钦差的言行 有很多怀疑 但是谁也不能肯定 他就是假钦差 如果误绑了真钦差 那就是谋反啊 一行人心怀忐忑 就把李飞雄押到了秦州 此时秦州的支州是段思公 他接到田人朗等人的报告 急忙将李飞雄押到州府 开始讯问 一开始李飞雄一口咬定 自己就是奉旨金柴 可是段思公不是行军打仗的将领 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低级武官 他是主政一方的大臣 他能随时和朝廷进行信息沟通 好 你说你是亲使 你说皇帝给你的旨意是什么 你说你是皇帝的南府亲弟 你曾经在哪个部门任职 现任何职 只要你说出来 段大人马上就可以核实 这下李飞雄坚持不下去了 他招供了 他是假冒的 段思公在审讯过程中发现 这个假钦差李飞雄对朝廷的制度 官场规则是非常熟悉 特别是对秦州的山川地形 大小官员 包括驻军情况简直是烂熟于心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骗子 他怎么知道这么多的官府内幕 在进一步审认才知道 这个所谓的钦差李飞雄不是旁人 正是秦州节独判官李若瑜的儿子 秦州节独判官就相当于现在的 天水军区的参谋长 段思公和李若瑜是同僚 两人共事多年 还是比较了解他的 李若瑜为人正直 为官清廉 是个兢兢业业的好官 怎么就会有这么一个狂狈的儿子呢 而且段思公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这么一个官宦之子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李若瑜对这件事情 到底知情不知情 经过调查才知道 这个李飞雄从小就横行霸道 作恶多端 不服父亲的管教 很早就被李若瑜赶出了家门 这家后后来就游荡到了京师 在京城 卫州 博州一带活动 卫州就是现在的河北大名 博州是现在的山东辽城 就在这一带 他交接流氓恶哨 不务正业 花天酒地 成为了专业的恶官 假冒钦差的李飞雄 凭借父亲李若瑜 是秦州节度判官的特殊条件 通晓朝廷制度和官场规则 对秦州的山川地形 大小官员 甚至是驻军情况 烂数于心 那么李飞雄 为什么要假冒钦差 他究竟要干什么 他又是怎么骗过众人 让大家相信他是钦差的呢 许昌学院王中灿 继续为您讲述 北宋甲钦差行骗大案 下集 经过审讯才知道 他想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什么大事 找个地方拥兵自立 再也不受任何人的管束 他策划这件事的时候 思前想后 还是去秦州 因为他父亲李若瑜 在秦州做官多年 李飞雄对秦州非常熟悉 对往来使者的做派十分了解 他于是开始策划 摇身一变 成为太宗皇帝的亲事 他到秦州要杀了边将 趁机夺取兵权 在秦州是自立为王 李飞雄是怎么骗过众人 让大家相信他就是钦差的呢 首先 他要从形式上具备官家的身份 又不能被查验具体的身份 所以他要借助官府的交通系统 从表面上看来 他是在执行公务 为了避免查验 他宣称自己是奉皇帝的秘职 执行公务 那些低级的官员 根本无权查问侵蚀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其次 他要欺骗更高级别的官员的时候 单凭一马是不行的 所以他需要一批官员作为随从 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所以他强力胁迫了三名官员 跟随着自己 最后 在最紧要的关头 必然有人要问他 皇帝的秘职的内容是什么 他就用 丰州杀里赫这个例子 一下子给赌回去 这个设计堪称完美 但是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 才露出破绽 被擒火 李飞雄假冒钦差的案子已经查明 秦州之府立即上报了朝廷 现在案件不仅涉及主犯李飞雄 还有被骗后 跟李飞雄一起寻边的一众官员 一个假钦差闹出如此大的风波 太宗皇帝听到后 是什么反应呢 他会怎么处置这个假冒钦差的李飞雄 又有哪些人因此而受到牵连呢 段司公审讯得时 立即将这个案件报告朝廷 太宗皇帝闻奏大惊 这还了得 李飞雄一个人差点夺了秦州 如果他得逞的话 那后果不堪设想 太宗皇帝马上下诏 将李飞雄他们家宜三族 什么是宜三族 宜三族是秦汉以来最严厉的刑罚处罚 将犯罪人直系三代亲属中的成年男子全部处死 父母兄弟妻子均被诛连 宜三族在宋代不是法定的刑罚 很少适用 当然也只有皇帝才能够适用 按照秦州审讯查明的事实 李飞雄的罪状有三条 冒充致使 焦招捆腹大臣 企图叛乱 可以认为是有反逆之心 而且具有实行行为 构成了谋反罪 宋刑统规定 谋反罪的处罚是 主从犯结斩 父子年十六以上 缴 十五岁以下的儿子母女妻妾变为官奴婢 没收全部家产 兄弟之子要留三千里 这就是法律规定的处罚 那宋太宗对贾钦差李飞雄的处理是 一三族 超出了法定型的范围 可见他的震怒 李家被满门抄斩 那随行的几位官员又怎么样处置呢 姚承隋 王守定 鲁赞 这三个人是被假钦差胁迫的 他们被胁迫着前往秦州 从形势上看 这三个人跟随着李飞雄 参与了整个案件的过程 但是在实际上 三个人并不知情 他们既不敢问 又不敢查 所以他只能是听钦差的话 一路随行 宋太宗如果认定这三个人 是共同谋反 那么就应该按照谋反罪 来逐连他们的家人 但是现在的处罚结果是只对这三个人本人 显然是没有认定他们的谋反罪 实际上 姚承隋三个人只有失职之罪 他们违反法律的规定是什么呢 应当查验不查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说到底也是个公罪 最多也就是判徒刑 但是宋太宗下令将姚承隋三人在秦州腰斩 腰斩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将犯罪人拦腰斩断 这是法外用刑啊 李飞雄假冒钦差是从周智义开始的 那给李飞雄骗去一马的一族又该怎么样处置呢 和李飞雄一样 也被移了三族 不仅如此 宋太宗还下令捉拿李飞雄当年在京师卫州 博州一带的呼朋狗友 也就是那些和他一起喝酒赌博的恶少们 这样就抓住了何大菊 等李飞雄关系很好的几个人 一并处死 连暗外人李若卓也被削疾流放沙门倒 李若卓什么罪啊 就是名字取得不好呗 和李飞雄的父亲李若瑜太像兄弟了 一个浪荡恶少 拿着一个假冒的御马鹰差点夺了大宋的边关重镇秦州 即使将李飞雄和一族都移了三族 也无法消除宋太宗心中的愤怒 那么当时的法律制度究竟有哪些漏洞 竟让李飞雄这么容易得手 案件发生之后 皇帝连下诏书 为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他又制定了哪些措施 这些措施能否从根本上杜绝此类案件的再次发生呢 许昌学院王中灿继续为您讲述 北宋甲钦钗 刑片大案 下集 中外法律文化 中外法律文化 我们为您探秘 历史大案要案 我们为您揭秘 在李飞雄等人被处罚之后 朝臣们开始讨论 李飞雄假冒钦钗案为什么会得逞 国家的法律制度有什么样的漏洞 讨论的结果是 宋太宗在太平新国三年的5月24日下了一道诏书 这道诏书的内容是这样的 一 通报李飞雄的罪状及其刑罚处罚 二 告诫大臣要严格管教自己家的孩子 如果遇到像李飞雄这样的凶狠狂暴之徒 家长管教不了 就报到周县 由官府对恶少采取强制措施 再不行就送到京城 由朝廷将这些凶狠的家伙流放到边缘地方 三 如果有大臣的孩子具有这些恶行 隐瞒不报乃至包庇犯罪 大公以上的亲属都要负刑事责任 大家看这道诏书明显是对人不对势 没有解决制度漏洞的问题 只是加强了对李飞雄是恶少的管理 大臣们对这个结果非常不满意 大家认为这个案件之所以会发生 但因为皇帝派遣信使过于随意 违反了他部法律 所以必须改变这种做法 依法派遣信使才能够杜绝此类案件的发生 这一年的六月份 宋太宗又下了一道诏书 这次就是规范意识制度的 内容是 从今以后 朝廷派遣使者都必须给银牌一证明其身份 银牌有固定的样式和内容 经过严格查验 才能够成庸一马 这一次似乎是触及到了案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回到案件发生的最初 李飞雄骗取一马 并没有拿出诚用一马应有的书面凭证 但一说自己是奉皇帝秘旨 紧急公干的钦差特使 一族就不敢再继续查问 李飞雄的骗局就从一匹一马开始越做越大 被要求一路随行的地方官员们 即便是对李飞雄的身份做派有所怀疑 但是忌惮他是皇帝亲派密使的身份 一直到最后 无凭无据就拿下七名皇帝派下来平叛的将领 李飞雄能镇住场面 也是拿皇帝派密使杀官员的例子吓唬众人 一群官员为何如此轻信呢 难道当时朝廷派出钦差特使没有相应的制度吗 那么国家对钦差初使有没有制度呢 当然有 唐代以来皇帝派出使者要使用驿马 必须随身携带尚书省出去的银牌 这是用来证明自己身份的呀 只是五代以来 钦差派出的太多了 皇帝为了方便 就让书名院出去闻蝶来证明亲使的身份 可是这个案件 李飞雄既没有银牌又没有闻蝶 居然也可以畅通无阻 这又是为什么呢 宋太宗登基以来 向全国派出的亲使太多了 很多都是秘密派遣的 哪有什么银牌文碟呀 李飞雄案发生之后 宋太宗赶紧下令恢复银牌出使制度 他的目的是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宋太宗通过这个案件还得出一个结论 如果李飞雄不是官员之子 这个案件就不会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李飞雄从小生活在官宦之家 他非常熟悉官府内部的各种制度和运作情况 他能够钻空子 寻常百姓家的孩子 根本不可能犯这种罪 他们想都不敢想 宋太宗还认为 如果李若瑜能够严加管束 他那个穷凶极恶的儿子 这个案件也不会发生 所以他才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恶哨放逐制度 针对李飞雄一样的恶哨 作恶多端屡教不改 直接发配到远方的蛮皇之地 一个浪荡恶哨 假冒钦差差点夺了大宋的边关重镇 这在最高统治者宋太宗看来 问题的关键出在了对人的管教和意识制度上 太宗皇帝为此连下诏书 制定针对性的措施来完善制度缺陷 然而李飞雄案的发生 究其最根本的原因 却并非如此简单 因为这场闹剧就发生在宋太宗 特务司法的历史背景之下 而他自己正是此案背后真正的元凶 作为皇帝 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他本人其实就是李飞雄案的最大责任人 甚至我们可以说 李飞雄案就是宋太宗特务司法的一个严重后果 尤其是丰州沙里赫 直接促成了贾钦差案 宋太宗即位之后 选派自己的亲信到全国各地秘密监视地方官 发现违法犯罪立即上报 丰州之州里赫 就是被岭南使者发现 有犯罪行为 未经审判直接被处死 这个案件影响太坏了 甚至可以说 为李飞雄案的发生制造了最好的机会 整个案件的进程我们可以看到 但凡是有人想查验他的身份 李飞雄就说 奉皇帝密旨 有人想看圣旨的内容 李飞雄马上说 你没听说过丰州怎么杀的李赫吗 大小官员 没有人敢对抗 李飞雄案发生在宋太宗 使用特务治国的背景之下 狠狠地打了太宗皇帝的脸 所以让他恼羞成怒 他对案件当事人的处理 完全脱离了法治的轨道 这和太宗皇帝自己宣称的 法律治国是背道而驰的 从司法的角度来看 宋太宗的特务司法绕过了正常的司法程序 破坏了法治 造成了秩序上的混乱 这样才给李飞雄以可乘之机 李赫案如果按照宋太宗的法律 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应当经过告发 立案审讯 录问 判决 停意 最后才能做出处理决定 可是李赫案既没有审讯也没有判决 岭南信使一回报 皇帝一声令下 直接就处死刑了 这个案件越过了司法程序 皇帝用命令的刑事杀人 这是典型的以权乱法 李飞雄案也是如此 既没有按照司法程序审理 也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定罪量刑 在审讯结束之后 皇帝文报龙颜大怒 欲比一挥 满门抄斩 这个李飞雄在宋太宗看来实在是太可恶了 把他们家遗了三足 还是怒不可遏 继续自由责任 很多无辜的暗外人在这个案件中受到了刑罚处罚 包括李飞雄在一起玩耍的伙伴都被处死了 李若卓 他既不是李飞雄的亲属 对犯罪一无所知 仅仅是因为和李若瑜有通家之好 就被判处仅次于死刑的流放杀门党 这显然是皇帝的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 冲冠一怒就要杀人 李飞雄案之所以会发生 是因为当时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政治时期 李飞雄案发生在宋太宗即位的第三年 太祖皇帝赵匡印暴毙 宋太宗在朱英辅生的谜团中继承了皇位 按理说轮不到宋太宗来继承皇位 太祖去世时长子赵德昭已经25岁了 完全可以截任 但是宋太宗却抢在侄子之前掌控了内庭 登基做了皇帝 当时就有很多质疑的声音 直到现在他是不是杀害了哥哥篡位夺权 依然是个谜 为了消除人们对他得位不正的质疑 才有宰相赵普献上的金窥之盟 根据李飞续资质通鉴长编 宋史杜太后传的记载 金窥之盟是公元961年杜太后临终前 让宋太祖赵匡印确定其身后皇位继承顺序的一个誓约 太祖太宗的母亲杜太后临终前问宋太祖 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够得到天下吗 太祖说都是列祖列宗和太后您既得的福报 杜太后说你说的不对 是因为周世宗将皇位传给了年幼的儿子 才让你有可乘之机 假如后周有年富力强的国君 你不可能夺取政权 不可能登上皇位 我们老赵家不能再犯这种错误 一定要保证国家有长军 你死之后传为给你的弟弟光义 宋太祖和母亲约定 自己死后传为给二弟赵光义 赵光义死后传为给三弟赵廷美 赵廷美死后再将皇位传给太祖的长子赵德昭 这样外人就没有机会篡夺赵家的江山了 金溃之盟改变了父死子祭的皇位继承传统 变成了兄中弟级 这使得宋太宗继承皇位具有了合法性 虽然他炮制了金溃之盟 但依然无法完全消除人们对他的质疑 根据宋氏太宗本纪的记载 宋太宗十月继位 不等过年就改变了太祖的开保年号 按照他在金溃之盟中确定的继承顺序 是胸中弟级 可是他的弟弟他的侄子接连的死于非命 他虽然垄断了皇权 让他的子孙后代能够顺利地继承王位 却难言天下悠悠之口 在皇权刚刚完成交替的时刻 宋太宗要清除太祖皇帝的旧势力 巩固自己的新政权 他最信任的就是他的身边人 他的亲信也就是所谓的南辅亲力 于是太宗皇帝的亲信 就以钦差特使的身份走向了全国各地 清除异己以夺取权力 在特使无处不在的政治背景之下 各地官员是人心惶惶 他们都想向新皇帝表忠心 唯恐被新皇帝当作是老皇帝的人 在这个背景之下 李飞雄出现了 他利用了这个机会 没有哪个官员敢得罪皇帝的身边人 没有人敢顶撞他 甚至没有人敢查验他的身份 这在正常的社会状态下是不可能出现的 也正是因为宋太宗派到全国的亲信 都在找借口夺取权力 不择手段地清除异己 让那些身经百战的战士们 将领们 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都不敢抗争 一句话概括 李飞雄的表现太像宋太宗的亲信使臣了 官员们才会上当受骗 李飞雄案并没有让宋太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向外派遣自己的亲信做使臣 这也真的金差到了地方 和假金差李飞雄的做法其实差不了太多 他们以皇帝的名义寻查地方 招权纳会 假公祭司 地方官稍有反抗 马上会面临灭顶之灾 今天看来 假金差李飞雄案之所以会发生 正是因为宋太宗亲信治国 特务司法所酿成的恶果 由于亲史的身份特殊 权力几乎不受到任何限制 所以破坏了原有的制度和法律程序 亲史虽然能够直接贯彻皇帝个人的意志 但是一旦被人利用 就可以造成极为恶劣的后果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宋真宗天夕二年 在西京洛阳 东京开封 南京商丘 流传着同一个恐怖的说法 空中飞来了像帽子一样的怪物 要吃人 那么当时三地官员都采取了怎样的措施 谣言最终如何平息的呢 许昌学院王中灿 下期为您讲述 北宋冒妖案上集